内湖区除了高楼大厦林立 有一处世外桃源 壁湖公园 您来过了吗 壁湖公园位在内湖路二段 临近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当地里长说 壁湖的旧名是大皮 早期周边都是农田 所以农业灌溉用水与民生用水 都是靠这个湖泊供应 这个地方是我们湖冰里的范围之内 那早期这个 现在是叫壁湖公园 早期叫大壁 这个大壁以前就是 你知道内湖有两个大湖 一个大湖 那个大湖还有一个壁湖 就是以前我们家是有大壁 那这个是做什么用呢 因为早期内湖都是灌溉用 农田很多 那当然农村的生活也是特别的早 那么早期这里一定就是 人民的所有要用的水 都是靠这个大壁 这个大壁就是可以做产 是要冲什么冲什么 包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水 也是都靠这个 那么这样子一直演变到现在 其实我们湖冰里是从民国79年开始 才叫湖冰里 原来这里是内湖里 那内湖里慢慢人口的这样回升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湖冰里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内湖里 给我们的人口 一部分是因为以前是用大沟来区分里界 那我们还有那个纸心里 目前的纸心里也拨一些给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有些大楼都是后来才盖的 因为都市化过程中难免影响湖泊的水源 所以当地居民相当关心壁湖的生态发展 里长说他们制作了两座福岛 让白露丝等鸟类可以来栖息 很多钓客也会来这里钓鱼享受垂钓乐趣 那因为水质的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用两座福岛 给这一些候鸟什么都可以在这边 那这个福岛是我们的志工跟干部自己 把他帮忙 跟我们有一个老师很棒 钓鱼协会有一个老师来教我们 我们这样弄了 现在冬天看到了 好像一个小山一样都在福的中间 有两座 那么这样长久来以后 因为这里的候鸟什么白露丝 白露丝是我们内府的驱鸟 那也都在我们这边活动 那以前我们这个大臂的鱼都没炒头 很多每次那个渔据的时候 在钓鱼的时候 你看到现在大家都在钓鱼 那也没有办法改钓 就长久以来的活动没有办法改钓 然后这个钓鱼的这些先生 他们钓了 有时候好大的一条鱼 蛾溜啦 像像钉钉 我们的鱼没有土味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这个水是很好的 碧湖公园除了拥有湖光山色之外 公园处历年来也打造了多项设施 像是白色桥身造型的九曲桥 还有近来相当受欢迎的 传播异象的儿童游戏场 可以玩沙 荡秋千是亲子共游的好地方 小朋友这样玩得高不高兴 对 OK喔 区长啊 今天独享 下午人比较少 对啊对啊 平常你有来过吗 平常 傍晚吧 傍晚就是小朋友放学人比较多 哦 人很多 假日啦 假日人比较多 基本上大概来这边的 虽然大部分都是周边的住户 但是其实很多外来客 他们也都会来这边 那来这边呢 现在我们也公园处也做了一个 新型的一个传型的一个 儿童游乐场 所以现在好多家长会带小朋友来这边玩 那你玩累了 你还是说觉得不够允 旁边有个小山丘也可以上去爬 这个山丘是没有名字的啦 因为基本上比较小 那左边哦 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的市定古居叫 郭氏古厝 郭氏古厝 那那个地方是我们以前地方的文人 郭华熙先生他们捐出来的 其实现在也是世界郭氏中庆会的一个办公的地点 那这个山呢叫做石头山 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看看我们内部的网站都有介绍 那个你不要看那个向眼餐厅的后面 那个石头光溜溜的 那个以前的传说啊 李栋斌要去文山的时候 他两只脚这样踩踩过去 我们第一只脚踩在我们的那个金瑞里 如果到金面山有机会去盼 那个有个地方就是光溜溜的 左脚就踩在这边 所以他这边也是光溜溜的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古迹啦 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碧湖公园已经成为内湖区著名的观光景点 每到假日大小朋友络绎不绝 当地里长也呼吁每位游客一起来爱护这个珍贵的湖泊资源 不要乱丢垃圾 更不要任意弃养 俗称垃圾鱼的枇杷鼠鱼 避免破坏壁湖的自然生态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